本地首批完成媒体培训课程的囚犯今天顺利毕业 这项课程由黄思代新加坡同新传媒合作推出 囚犯获释后如果成功受聘 将有机会到新传媒或媒体制作公司工作 合作方也将继续协助前囚犯加深技能重返社会 28名囚犯今天上午参与在张艺监狱举办的毕业典礼 其中15人获得社交媒体营销和网络内容创作专业文凭 另外13人则获颁内容制作与管理媒体文凭 有毕业生说专业课程让他获益匪浅 我学到了怎样拍荧幕 编曲 写稿 做一点funden creation 所以我觉得让我学到更多东西 囚犯未来的潜在雇主也出席了线上典礼 新传媒表示希望能协助囚犯跟上数码转型的脚步 把握在媒体领域的就业机会 学院或者新传媒有这方面的空缺或者是人事的需求 那就会首先会考虑给这些完成这些训练的囚犯机会 这项媒体培训课程每年预计能培训60名囚犯